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 后来于1998年制造亚洲金融危机的乔治·索罗斯 提醒别列佐夫斯基 如果共产党选举成功 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将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 别列佐夫斯基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联系另一位寡头古辛斯基 两人决定砸钱保住叶利钦的总统位置 叶利钦女儿塔吉杨娜后来回忆 别列佐夫斯基成为叶利钦竞选的幕后首脑 他和他的寡头朋友们为竞选砸下1.4亿美元 别列佐夫斯基买下了正在亏本的公共电视台 在电视上疯狂播放叶利钦的竞选广告 叶利钦因为酗酒本来身体已经非常不好 还因在国际正式场合喝醉后当场跳舞 指挥乐队 完全没有一个大国领导的样子 可在电视上却被包装成了一个慈祥可亲的老爷爷 同时宣传团队全面抹黑九加诺夫 电视台反复播放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纪录片 大街上到处张贴苏联时期生活困难的海报 宣传公式让人们恐惧俄共的执政 7月3日叶利钦以53.82%的得选票率 战胜九加诺夫的40.31% 保住了总统王座 叶利钦为了表示感谢 任命别列佐夫斯基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 并出任都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 别列佐夫斯基带领的寡头们 一时进入了黄金巅峰时期 直到普京意外地接过了总统宝座 从德国回来以后 普京失落了半年 当时正是苏联最动荡的时期 国家经济事实上已经崩溃 苏联从80年代就已经不可救药了 1982年的国庆节 莫斯科大多数国英商店买不到黄油和奶酪 一些商店偶尔有货 但要排队两小时才能买到 每人还得现购买400克 人民生活艰难的原因 是苏联在80年代初 已形成极度的军工经济 军品占机器制造业的60%以上 军事支出占国民总产值23% 到80年代末 上述指标分别是提高到80%和28% 苏联破产的原因是强大武力 建立在虚弱而原始的粗放型计划经济基础上 简单点来说 苏联当时武器一流 但没米没油 许多在东欧服役的间谍回国后都失业了 大家在克格勃只是挂个职 家里都穷得接不开锅 部分特工甚至靠卖国家机密为生 普京当时很久都没见到组织为其安排新工作 为了养家糊口 打算去干出租车司机 这时组织安排他回母校列宁格勒大学 做校长的国际事务助理 事实上 给他安排这份薪水低廉的打杂工作 只是为了防止多年培训的顶级特工人才流失 于是原先东德地区间谍大头目普京 现在在大学里每天收收快递 看看报纸 给校长跑腿倒茶 如果不是在楼道里碰到过去的老师 索布恰克 普京这辈子就差不多了 索布恰克这时候 已经牛逼的不要不要的了 索布恰克 在大学教了一辈子书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居然跑去从政 他在试图一飞冲天 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紧接着成为列宁格勒苏共一把手 任政府主席 1990年的夏天 38岁的普京 与53岁的索布恰克 在大学的楼道里相遇了 15年未见 大家在对方的世界里 只剩一个模糊的印象 两个人寒暄了半天 互相问起现状 索布恰克当时刚刚从政 诡知到自己生得这么快 他对政坛事务还不熟练 身边班子里 又近是一些老油条 急需一个年富力强的帮手 而普京在东德工作过的经历 让他很有兴趣 他正好也想再配一个 可以在政坛长期相伴的左右手 毕竟对方是自己学生 看起来十分靠谱 俩人聊完后 索布恰克安排大学书人 请普京辞去大学里的打杂工作 入政坛帮忙 普京说自己是克格勃 怕对方会介意 朋友说得了 你们俩自己谈吧 这么机密的事 我这个中间人不方便多说了 普京便约了索布恰克 在大学办公室见面 向他坦承了自己的身份 索布恰克想了好久 最后说 好吧 克格勃就克格勃吧 从此 普京便跳入了政坛 担任索布恰克的国际问题顾问 完成了人生的大转折 这件事告诉我们 读一所好大学是多么重要呀 1991年 苏联局势更加恶化 苏共政府决定改革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成立由人民自主选举产生的 政府组织 6月 索布恰克完成了 神一般的政坛崛起之路 以70%的支持率 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 普京则担任索布恰克的 对外联络部主任 索布恰克的另一个学生 梅德维杰夫 任外联部专家 是普京的直接下属 从此以后 梅德维杰夫这一生 都跟着普京混下去了 老老实实做他的小弟 在索布恰克的号召下 9月6日 列宁格勒全民公爵 将城市名改回圣彼得堡 恢复了1917年之前的名字 1991年 是极动荡的一年 8月19日 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 苏联进入紧急状态 叶利钦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 发表激烈演说 号召人民起来大罢工 而委员会一时优柔寡断 为及时派克格勃抓捕叶利钦 叶利钦抢先20分钟到达白宫 经过几天殊死较量 22日 紧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副总统被刑拘 内阁总理被监控 内务部长自杀 24日 戈尔巴乔夫辞去中央总书记职位 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叶利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战胜了紧急委员会和戈尔巴乔夫 成为万民拥护的大英雄 这件事被称为819事件 在819事件中 索布恰克一直支持叶利钦 当时他刚好在莫斯科公干 事件结束后 他决定第二天 搭最早的飞机回圣彼得堡 但此时听命原紧急委员会的 科格勃最高领导人 已经签发了逮捕他的命令 只要索布恰克一下飞机 他就会被科格勃逮捕 这时候 普京在科格勃的人脉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同事告知了他这条信息 正在度假的普京 立即赶回到圣彼得堡 第二天大早 普京亲自带着 最信任的武警人员 在飞机刚刚降落时 就开着汽车到悬梯下 抢先科格勃一步 接走了索布恰克 并安排了武装人员保护好他 8月20日 深度卷入政治漩涡的普京 为了不让事情再复杂化 辞去了科格勃的所有职务 同16年科格勃岁月正式告别 普京对索布恰克的忠诚 得到了回报 他的仕途也开始起飞 1992年 普京出任主管 对外经济联络的副市长 1994年3月 普京升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 普京将自己在西欧工作时 认识的人脉 全部都发动起来 先将德雷斯顿银行 以及德国的众多企业 引来圣彼得堡 以德国企业为示范 再引进法英等国的银行 大众企业 下子上升到了全俄罗斯最高水平 索布恰克对普京也越来越信任 他经常出差 每次出门前 先签署了很多空白的市政府公函 让普京自行决定 圣彼得堡的主要工作 其实是普京在全权处理 从工商界到黑社会 都称普京为圣彼得堡的会议主教 但普京小心翼翼地处理 和索布恰克的关系 他从来不敢越权行事 一些完全可以自作决定的事 他也一定要争得 索布恰克的同意之后 再去办理 这是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 才懂得的进退分寸 在圣彼得堡工作了六年后 1996年5月 索布恰克在竞选中落败 并遭到了政治对手的报复打击 普京再次选择了忠诚 他跟随索布恰克 离开了圣彼得堡政府 并对媒体说 宁愿因忠诚被绞死 也比背叛偷生好 普京因忠诚于索布恰克 而从政圣彼得堡 也因忠诚于叶利钦 而登上俄罗斯权力的顶峰 索布恰克因避免被迫害 下台后暂时屡居巴黎 普京休息了两个月 眼见正途上没了引路人 准备开始经商 原先的圣彼得堡副市长 鲍尔萨科夫 却突然给他打电话 请他到莫斯科 帮助叶利钦打点工作 鲍尔萨科夫这时候 已经混到了国家副总理 圣彼得堡出身的官员们 相互扶持 有好事 第一时间想到了老同事 普京正闲得没事做 便奔赴莫斯科 任总统事务局的副局长 经过圣彼得堡的锻炼 这时候普京的政务能力 已经十分出色了 第二年就升为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兼监察局局长 这是专门为叶利钦服务的 专职部门 普京这年45岁 正是男人智商情商的巅峰时期 时刻跟叶利钦接触 使他的上升通道更加便捷 1998年5月 普京担任总统办公厅 第一副主任 在这一段时间 普京融入了叶利钦 最私密的圈子 跟叶利钦的该儿子 由马师傅一起 被叶利钦称为家里人